看一下银色爷爷的好朋友是谁呢 银色爷爷的好朋友 是洁净亮白的锅铲 有没有觉得很特别呢 再来黄色妹妹的好朋友 是营养满分的玉米浓汤 有没有常常喝玉米浓汤啊 他是黄色的没有错 下面黄色叔叔的好朋友 是大家都害怕的 鼻涕 非常的好 相信这个小朋友他应该病得非常的重 鼻涕才会是黄色的哦 再来白色小精灵的好朋友 是喜欢吃错字的橡皮擦 有没有觉得他写得非常的好 如果你今天写的是 白色小精灵的好朋友 是可爱的橡皮擦 当然可以 如果你可以写出更特别的形容词 你的句子一定会是更棒的 再来咖啡色爷爷的好朋友 是悦耳动精的木琴 小朋友请你动笔写写看 请你帮你最喜欢的颜色 找一个他喜欢的好朋友 别忘了要帮他加上形容词哦 相信你的设计表格当中 已经有各式各样精彩的答案了 现在就让你一起来欣赏 其他同学眼中的色彩世界吧 范文赏心 接下来我们要帮我们最喜欢的颜色 一次要帮他找三个好朋友 让他们变成我们同事里面的主角 白色小姐的好朋友是谁呢 是香醇好喝的牛奶 是千变万化的云朵 也是涂在蛋糕上面的奶油 白色小姐找到了三个最好的好朋友了 接下来 黄色弟弟的好朋友 猜猜看他的三位好朋友是谁 是皎洁明亮的月亮 是毛茸茸的小鸭 也是萤火虫身上的灯笼 刚刚我们在找朋友的时候 我们写的词语是 萤火虫身上的光 如果你可以写出 那个光其实是萤火虫身上的灯笼 这样的描摹会更为生动 接下来我们要换另外一个 他说红色姐姐的好朋友是 酸酸甜甜的草莓 是圣诞老公公身上的衣裳 也是过年的压岁钱 草莓 圣诞老公公身上的衣裳 还有压岁钱 都是红色姐姐的好朋友 接下来我们看 黑色爷爷的好朋友是谁呢 是乌黑亮丽的头发 是爱模仿人的影子 也是弟弟嘴里的大蛀牙 来看看同学们的作品咯 黄色哥哥的好朋友 是金光闪闪的太阳 是高人一等的长颈鹿 也是妈妈最爱的计程车 绿色奶奶的好朋友 是绿意盎然的大树 是清凉解渴的西瓜 也是常常令人跌倒的青胎 看看下一个同学 他的优秀作品 他说黑色魔法师 他不认为黑色一定是爷爷 他认为他的黑色是一个魔法师 这样的称呼非常的好 我们来看看 他的好朋友是谁 是体型壮硕的大黑熊 是香香甜甜的黑糖 也是千变万化的夜晚天空 你觉得哪一句非常的好呢 千变万化的夜晚天空 让人家非常有想象空间 是不是觉得这一句非常的好呢 下一个他说 黄色哥哥的好朋友 是香甜多汁的黄玉米 是又酸又甜的凤梨 也是喜欢下雨的轻便雨衣 你觉得哪一句非常好呢 小朋友都非常的厉害 你们知道 应该要把最特别的那一句 摆在最后一句 为你的同事 画下一个完美的句点 再来我们看一下 这个同学 他写的是黄色妹妹的好朋友 是香甜可口的香蕉 是满脸笑容的向日葵 也是闪耀着光芒的黄金宝藏 有没有很羡慕啊 好 希望你也可以交到这样的好朋友 下面我们看一下 白色小姐的好朋友 是洁白无比的雪花冰 是幸福快乐的婚纱 也是喜爱干净的卫生纸 现在你一定想要好好的大写顺手 写下属于你的色彩世界 别忘了要展现创意的同时 也要顾及颜色本身原有的特色哦 小朋友你觉得生活中 这些可爱的颜色 有哪一些好朋友呢 经过我们刚刚为他们 寻找了好朋友之后 请你再一次的发挥 你细微的观察力 跟丰富的想象力 模仿我们今天的范例形式 将这些颜色的好朋友写下来 找完好朋友之后呢 老师要再一次的提醒你 你要能够找出两个你最喜欢的颜色 然后再帮你最喜欢的颜色 找出三位好朋友 还有别忘了哦 他的好朋友 请你要务必帮他加上什么词 对一个很特别的形容词 你的同时才会非常吸引你家的注意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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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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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